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官员确认 6个州份的死亡人数至今上升至至少202人 使海伦成为自2005年飓风卡催纳吹袭本土以来的最致命飓风 官员表示 有部分死者身份难以辨识 目前仍有数百人失踪 据Power Outage US称 截至周四下午 东南部地区仍有超过94万名用户断电 当中大部分位于南北卡罗来纳州 当地能源供应商表示 电网的主要部分被彻底摧毁 据悉 海伦的洪水冲毁了许多电线杆和电线 在恢复宫殿前需首先重建基础设施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同日表示 已帮助超过330万户家庭恢复宫殿 总统拜登继昨天到访北卡州视察灾情后 周四访问了佛罗里达州 并由周参议员斯科特陪同下 于激顿海滩听取汇报及视察社区 他随后前访乔治亚州的雷城实地考察受损情况 并发表讲话 强调会提供支持 拜登周三已宣布 他将只是五角大厦部署多达1000名现役士兵 向偏远社区运送物资 食物和水 联邦政府也将承担废墟清理和紧急保护措施费用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事联盟 周四就工资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并将现有合约延长至2025年1月 以便有时间谈判新合约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事联盟 在周四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双方已就工资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并同意将组合约延长至2025年1月15日 以重返谈判桌并就所有其他未决问题进行谈判 声明中未有提供任何细节 但有成员透露 工人工资将在未来6年增加61.5% 初步协议仍需要工会成员的批准 但由于船只目前被困在海上 且无法进入港口卸货和装载货物 工会已同意让工人在周五重返工作岗位 不过 如果成员反对协议 罢工可能会再次展开 此举结束了自一日以来 困扰美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 36个港口的罢工行动 包括水果 汽车和其他商品等的供应受到影响 一名联邦法官周三公布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一份法庭文件 披露前总统川普2020年选举争议案的细节 以证明川普的涉案行为属于私人犯罪行为 不受总统豁免权的保护 负负此案的联邦法官查特侃州三允许史密斯提交一份 经过编辑的版本以公公开发布 史密斯办公室上周以逆党刑事向法庭提交一份 长达165页的文件 详述案情和相关证据 包括主要证人向联邦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词 及调查人员收集到的川普言行记录 检方表示 川普是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策动事件 安排大量轻信渗透关键摇摆州的选举体系 试图推翻当地的点票结果 以及煽动国会暴乱 属私人犯罪行为 川普的竞选团队发言人Steven Chung 指以检方的文件充满谎言并违宪 指使密斯和民主党人一心借助司法部打击政敌 川普就指 在选举日前一个月公布文件是政府武器化 声称使密斯和联邦执法官员不震荡地影响总统选举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弹道飞弹之后 总统拜登被问到以色列可能进行的报复回应时表示 美方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任何可能的报复性打击 报道称 伊朗本周二发动袭击后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 以色列称此次袭击是被以军导弹防御系统击退的 并誓言展开回击 以军已经越境进入黎巴嫩发动地面攻势 加紧摧毁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拜登总统周三在与副总统贺锦丽分别视察了受飓风海伦袭击的灾区期间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 拜登对记者问道 你会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吗 拜登回答 答案是否定的 他补充说 美国将与以色列讨论他们将采取的行动 迄今为止 白宫尚未公开表明以色列应如何应对伊朗的袭击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周四表示 自上个月黎巴嫩敌对行动升级以来 已有约16万人从黎巴嫩跨越边境进入到叙利亚 CNN新闻网报导指出 联合国难民署在最新消息中称 自9月23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后 不断有难民抵达叙利亚 周三进入叙利亚的人数有所放缓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索尔特马什周一向CNN表示 已有约10万人越过边境 目前 据信已踏上旅程的数千人中 约70% 几约11万2000人是叙利亚人 其余为黎巴嫩公民 绝大多数人离开黎巴嫩东部 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加萨卫生部报告称 随着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打击 过去24小时内已造成99人死亡 169人受伤 一位空战监测专家向CNN新闻网透露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力度之大堪比去年 对加萨地带最初几周的轰炸 美国银行的数以万计客户周三通报 称他们无法访问自己的账户 有些人甚至说他们的账户余额显示为零 据CNN报道 周三下午12时45分左右 有关美国银行出现故障的报告不断激增 许多客户该银行的面子书页面上抱怨他们在银行网站 手机APP和ATM上无法查看自己的账户余额 一些用户在登录后收到讯息 指一些账户和余额暂时不可使用 一位客户说他无法登录其账户 但他的妻子可以登录 而且他的账户并没有显示任何余额 一些客户惊讶地发现余额为零后 感到不安 这次故障涉及全美多地、纽约、芝加哥、休斯敦 洛杉矶、三藩市和西雅图等大城市的用户 都投报出现问题 美国银行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 一些客户在使用账户和查看余额时遇到问题 这些问题正在解决中 目前大部分已获得解决 就任何不便道歉 但美国银行拒绝透露故障原因详情 目前尚不清楚所有系统何时才能完全恢复正常 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周四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是他担任北约秘书长之后的首次正式访问 他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和基辅的胜利计划 吕特承诺将对乌克兰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 法新社基辅三日报道 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共同出席了联合记者会 吕特重申西方国防联盟及北约致力于让乌克兰最终成为北约成员 他说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北约 并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直到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 吕特表示 确保乌克兰取得胜利是他旅任后的首要任务 泽伦斯基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乌克兰正在说服西方盟国协助吉洛俄国向乌克兰发射的飞弹和无人机 泽伦斯基也呼吁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对俄罗斯进行深度打击 允许基辅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将增强乌克兰破坏俄罗斯后勤和指挥练的能力 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报复 乌克兰的盟友一直没有采取此类行动 吕特今年稍早也担任荷兰首相 并被视为基辅的坚定盟友 此前 他在批准向乌克兰转让荷兰的F-16战斗机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一华人承认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和妨碍司法等五项控罪 判求12个月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一华人早前承认在职期间四项不当收受礼物和一项妨碍司法的罪名 周四被判入监一年 这是新加坡近50年来首次有官员因涉滩受审之罪 62岁的义华人因招控收受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礼物等数十项罪名 今年1月辞去交通部长职务 义华人周四上午9时23分身穿黑色西装在律师陪同下抵达法院 表情严肃 他被控以公职人员身份 索取和接受价值薪避于40万元等礼物罪程 被判坐牢一年 将在下周一到法院准备入狱 他目前没有上诉 但辩方律师说保留上诉权利 义华人承认公务人员无偿或低价收受 有公务往来关系者提供的有价物品等罪名 检方将义华人面对的控罪从35项减少至5项 其余30项指控在判刑时纳入考量 他曾担任内阁部长13年 主长贸易、通讯和交通事务 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之一是协助将一级方程式赛车引入新加坡 尼泊尔早前持续暴雨造成洪水以及泥石流等灾害 已造成最少233人死亡 中国已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 尼泊尔自9月底开始连场暴雨 引发洪水和土石流等灾害 当地官方估计除以造成233人死亡外 仍有25人失踪 另外159人受伤 大量民众家园被毁 要露宿户外 总理夏尔玛 奥利在记者会上说 搜救工作将在两天内结束 他说已有4000多名灾民获救 奥利承认 政府没有预料到9月27日和28日持续的季风降雨 造成的灾难会造成如此广泛的破坏 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从星期二开始 全国降半期 联合国新闻中心引述人道工作者说 部分死者来自首都加德满都 那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最猛烈的降雨 数以百计的房屋 学校和医院遭到破坏 加德满都南部地区 目前仍淹没在洪水中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陈松向尼泊尔内政部长莱卡克 转交中国红十字会 向尼泊尔红十字会提供的 紧急抗洪救灾援助 台湾屏东有医院大火 造成至少9人死亡 死者主要是卧床的长者 初步调查显示 配电式空压机起火导致了火灾 起火的东港安泰医院 冒出大量浓烟 有网上片段拍摄到 医院大楼低层 有火蛇冒出 医院内一片混乱 医护人员急忙疏散病人 有重症病人连人带床 被推离医院 疏散到医院外的病人及医护人员 同样狼狈不堪 屏东县消防局 周四早上七十许接报 指安泰医院发生火警 当局派出数十辆消防车 以及过百名消防员灌救 期间有消防员感到不适 大火到下午一时许就熄 初步调查指 医院积电大楼二楼的配电室内 有空压机起火 浓烟迅速蔓延至其他楼层 地座三百多名病人 要全部紧急疏散 其中八人当场无生命迹象 经抢救后不治 安泰医院荣医院长苏清泉指 死者主要都是卧病在床的长者 因行动不便来不及逃生 他们因年纪大 加上身体状况不佳 被浓烟枪伤后不治 当局下午 一巡或一名一度失踪的机电房员工 并确认已死亡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三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出庭 检方在法庭上透露 亚当斯可能被追加更多的罪名 而州长霍楚要求整顿市府内部 更换值得信任的公务员 联邦助理检察官思考腾向法官报告 检方可能会寻求替代起诉书 这意味着可能对亚当斯提出新的指控 而且被告名单也很可能会增加 针对亚当斯法律团队要求撤销受惠控罪 及调查检方不当泄露消息的法庭动议 控辩及法庭三方商定 将于11月1日在法庭辩论 亚当斯的首席律师斯皮罗在法庭上提出 希望能在明年3月前完成庭审 以便亚当斯顺利报名登记明年的市长选举 但检方则希望延长审理过程 以便取得更充分的证据 州长霍楚则表示 要求亚当斯要求他整顿市府内部 更换值得信任的公务员 目前市府核心团队中已有多人正在接受调查 包括副市长赖特 市教育总监班克斯 及前市警局长卡班等人 纽约市府发言人周三声称 称市教育总监班克斯将提前卸任 拉莫斯将于10月16日 接替班克斯的职位 市府发声明指 拉莫斯是一位终身教育家 和公立学校资深人士 其才华 经验和同情心 将带领学校系统顺利度过下一个篇章 并感谢班克斯为这座城市 和近100万名公立学校儿童所做的服务 班克斯上月宣布退休 原定留任至12月31日 但依市府安排班克斯将于两周内卸任 比原计划提早两个多月 市府发言人表示 这项改变是为了让即将上任的罗莫斯 能更快开始工作 发言人又表示 本届政府从第一天起优先考虑学生的需求 在推进这项使命的过程中 明显的在尽可能多的学年中拥有相同的领导 而不是更迭 学生将从中获得最好的服务 班克斯是市长亚当斯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 曾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他与第一副市长赖特合著的住宅于9月遭到搜查 但据信这次搜查 与对亚当斯市长竞选活动的调查无关 纽约市府周三下令 位于曼哈顿小意大利北区的伊丽沙白街花园 于14天之内关闭 用于兴建联租公寓和零售商店 以解决纽约市面临的住房危机 花园的管理层发表声明 市府面对数千民众保留花园的意愿视若无睹 仍执意进行清拆 完全没有考虑社区的需求 市住当局发表声明 指纽约市有不少老年人难以负担高昂房租 这次决定是经济试用房和社区绿地的双重进步 有效解决住房危机 伊丽沙白街花园并非隶属于市立公园管理局管理 历史记录显示 地块为市府所有 面积2万平方尺 市府计划在原址兴建123长者连租住宅及商铺设施 花园管理层和市府进行多轮官司 直至今年6月 纽约州高等法院裁定维持市政府的工程建设 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施工日期 去年5月的曼哈顿地铁索侯命案 于周四举行审前听证 被告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彭尼重返法庭 已落实在审判期间可以使用的证据 彭尼被控在去年5月于地铁F线车厢内 将非一男子尼利长时间索侯导致死亡 犯有二级过失杀人罪和刑事过失杀人罪 彭尼拒绝认罪 彭尼的律师称 尼利有精神问题 当天在地铁上威胁攻击乘客 彭尼的行为是出于自卫 检方则表示 尼利属于弱势族群需要帮助 彭尼过度用武 这次举行排除证据听证会 将听取双方的证据 以确定双方陈述及影片 是否可以用作呈堂证据 案件将于10月8日正式开审 陪审团选拔将于10月21日开始 如果罪名成立 彭尼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涉及六人型知名男星 马修·派瑞死亡的两名医生之一 于周三在法庭上认罪 这起案件涉及派瑞的死亡 以及两名医生 涉嫌提供致命药物的指控 马克查韦兹因涉嫌向六人型明星 马修·派瑞提供绿案铜而面临指控 他最终选择认罪 这可能使他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 根据报告 马修·派瑞于去年因药物绿案铜的影响 以及溺水意外而去世 享年54岁 扎韦兹的量刑听证会定于明年4月2日举行 此外 另一名涉案医生 萨尔瓦多·普拉森西亚和贾斯文桑加 也因涉嫌协助提供该药物而面临法律指控 但他们选择对这些指控不认罪 他们的审判预计将于明年3月4日开始 除了这两名医生外 马修·派瑞的私人助理和一位熟人 也因涉及这起案件 而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出庭接受量刑听证 他们两人已经选择认罪 法庭将根据他们在案件中的角色 做出相应的量刑决定 加州南太后湖的居民 正在采用一种创新的方法 来阻止熊闯入他们的加州 使用电机门店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非致命的方式 来防止熊入侵 而且这些门店是免费提供的 电机门店 它的电力不至于伤害到熊 但足以让熊远离您的家 南太后湖的居民突击西尔诗 大家称他为熊先生 他向有熊闯入问题的居民 免费提供这些电机门店 这些门店在您穿鞋走过时 不会有任何感觉 但如果您赤脚踩上去 可能会被电到 图吉表示 这项技术其实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但随着熊变得越来越聪明 这些门店最近越来越受欢迎 熊联盟 也向那些最近有熊入侵问题的居民 提供电机门店 他们刚刚获得了5000美元的资金 并在几天前收到了新的门店 安解释说 虽然这些门店是为门设计的 但他们可以在多个地方使用 接日购物季将至 尽管全美零售商 目前正在加大力度招聘季节性员工 但是预计今年的招聘数量将有所减少 在就业公司Challenger Green Christmas表示 从招聘计划中可见 目前零售商对 节日购物季仍保持乐观态度 公司上月的报告显示 本土零售商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 将新增52万个就业岗位 低于去年的约56万个 其中电子商务亚马逊计划 雇用25万名全兼职和季节性员工 数量与去年相同 梅西百货则计划缩减招聘规模 并增加3.15万个季节性职位 低于去年的3.8万名 沃尔玛就表示公司全年都在招聘 并将在有需要时运用现有员工 会计师事务所得情预计 全美11月至1月的零售额 将增长2.3%至3.3% 总额达1.59万亿元 追踪电子商务交易的 Adobe分析依旧预测 11月至12月的线上销售额将增长8.4% 达到创新高的2408亿元 牛仔裤制造商李维斯 第三季的获利超出预期 但是整体业务受旗下的Docker品牌拖累 公司计划将其出售 财报显示 Levers第三季营收达15.2亿元 低于预期的15.5亿元 净利为2070万元 调整后每股获利5美分 高于去年同期的2美分 不包括一次性项目在内 利润为1.32亿元 调整后每股获利33美分 Levers的姐妹品牌Dockers 过去几年表现不佳 公司计划将品牌出售 财务长辛格认为 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的决定 相信Dockers的退出 将提高公司的整体利润率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 营收成长的波动性 展望未来 Levers维持先前公布的 全年每股收益1.17至1.27元 符合市场预期的1.25元 同时将销售额下调至增长1%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增长2.3% 新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 华尔街的收市情况 今天收盘时 道通司指数下跌了184点 收报4201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6点 收报17918点 腰白指数则是下跌了9点 最后收报5699点 今天收盘时 纽约汽油的收市价 暴73.78元 上涨了3.6元 纽约迄今的收市价暴2676.80元 上涨了7.10元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